一段视频在网上曝光 视频显示 一辆小轿车平反地打着双闪 缓缓时向收费站点 当轿车停稳在收费港停时 收费员探出身体 伸出手准备向驾驶员收取费用 可是手伸了半天才发现车里没人 收费员感到很奇怪 便起身查看情况 收费员仔细望向驾驶室 确认没人 这无人驾驶的轿车 让收费员有些发毛 就在这时 车顶上突然出现了一个物体 收费员当场吓得摔了一跤 拔腿就跑 很快 一个长发女子出现在了画面中 原来她就是那个刚刚 把收费员吓了一大跳的物体 女子确定收费员被吓走之后 想抬起收费杆 无奈力气太小 收费杆纹丝不动 随后长发女子穿进了收费港停 启动了收费杆 女子想开车逃跑 无奈撤合港停之间的间距太小 女子摇晃了下汽车 汽车缓缓地向前开动 女子也随之流之大吉 这时无人驾驶的真相终于大败 原来是摇冠的汽车 不过为了逃避费用 竟使出半鬼吓人这种招数 也让网友直呼奇葩 为了网新闻综合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